今天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牛筋牛辣條煲 就是沙嗲味的 沙嗲牛筋牛辣條煲 很多人會聽到 如果一炆牛筋的時候 很複雜 要花三天三夜 牛筋都不黏 重點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壓力煲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法 記得訂閱我 這道菜怎樣做法 主要是兩樣 一定要有牛筋和牛辣條 牛筋在凍肉店都賣到 牛辣條也是 牛筋要先出一出水 然後沖水 讓雜質和不乾淨的食物去掉 而牛辣條就不出水 牛辣條就先煎一煎香 這兩樣東西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就會拿回煎熱牛辣條下的牛筋 油就會用來加調味 就是200ml 即是一瓶的沙嗲醬 中土人都喜歡加少許薑蒜 蔥頭來起鑊 不一定要沙嗲醬已經很香味 但我喜歡再香厚一點 所以我喜歡加少許薑蒜和香蕉 讓它加快炒炒 之前再加其他材料 味道就很香 加上少許花枝八角 香葉 果皮 全部都是一湯匙 魚露 麻油 紹興酒 豉油 全部都是一湯匙 你可以加少量的醋 因為用來軟弄肉 讓它軟軟一點 加上好 炒米粉 製造力 加入海蕉 然後加上非常好 碎 加上少許薑蒜 こう加速 逼 little bit 冷水 的 鍋 就可以放入壓力鍋 壓力鍋內要放1000ml的水和上湯 壓力鍋要先放進去煮所有食材 除了蘿蔔之外 牛奶條和牛筋先煮25分鐘 再加少許冰糖調味 用明火或電子爐放在爐頭的壓力鍋 會節省地方一點 也可以用來煮湯 其他用途 另外最主要要留意這粒 這粒是壓力的點點 現在是縮下的 壓力在裡面存起的時候 這粒點點就會凸起 怎樣知道壓力足夠呢 就是一會兒會叫 噴了煙和這粒東西凸起後 就要調成小火給它煮 而我那25分鐘是調成小火給它煮 放了它的壓力出來之後 拿起牛奶條 再煮牛筋 約20分鐘左右 因為牛筋比較軟 蘿蔔就自己喜歡 亦都可以不喜歡 沒有所謂 非常野味的一道沙爹牛筋牛奶條鍋 這樣就已經煮出來了 送飯送麵是非常之一流 而且如果真的吃不完的話 放一兩天更出味 煮這道菜一定要有壓力鍋 還有如果你還想再香口一點 最好加辣椒油 最棒的當然是黃椒辣椒油 如果還想知道 我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 這是最好的 算是黃椒辣椒油 成果 臣在 marathon 較都像 柠檬 小 joi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